师父的话千真万确 将死之人真的能看到平时不能看到的真相 如果不学佛 活到死可能都不明白 人生最大真理就是因果 我于2017年5月接触到心灵法门的 8月22日正式开始做功课 8月23日开始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修学心灵法门四年多来 特别是学习白化佛法后 让我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今天我来分享 共修白化佛法第一册第二篇的收获与感悟 师父在白化佛法第一册第二篇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中说 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 很可怕也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能看到你们活着的时候 看不到的东西 他看到那么多鬼神都在向他讨债 所以他感到很痛苦 好难过 也只能听任百步 师父说的千真万确 确实是这样 公公一生造了很多沙业 钓鱼 捞虾蟹 捉鸟 还曾一念之差诅咒他人得癌症 结果公公自己也得了癌症 公公临去世前 每夜看到四个黑白无常来拉他 整夜不敢睡觉 还自言自语 描述他看到的恐怖景象 一夜一夜不能安睡 就这样熬着 两个小姑子轮流陪着公公不能睡觉 跟着一起熬 几经崩溃 2017年11月1日 学心灵法门才两个月的我 在佛台前许愿 为公公念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劝家人为了救公公都吃素一个月 随缘去放生 我还把自己全部功德的1%转给公公 求观世音菩萨再给公公一个月时间 请黑白无常 这一个月不要来打扰公公 让他睡好觉 给家人示现一个奇迹 让我能度化家人修心灵法门 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家人 我劝两个小姑子也和我一起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他们当时爱与我的面子答应了 但后来我才知道 由于信仰不通 他们并没有吃素 也没有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第二天 我知道了 公公一夜安睡 黑白无常也没有来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求了菩萨才这么灵验的 因为公公的二女儿有些神通 我许愿的那晚 她也施展了神通 想请灵性离开 从那一晚 公公开始夜夜安睡 黑白无常也不再出现 家人都认为 是小姑子把灵性请走的 到底是因为小姑子失了法 还是因为我许的愿力 毕竟我刚刚修心灵法门 那时我还没有尽性 菩萨真的存在吗 菩萨能听到我的祈求吗 我不知道 半年后 公公弥留之际 大喊叫着我的名字 说了一句 我要走了 跟我告别 其实 我与公公分住两地 感情很淡薄 公公甚至当初还反对我的婚姻 那为什么 公公临终时 只和我这个平时 关系并不好的外人告别 而不和他爱的儿女们告别呢 这只能间接正是一件事 我为公公做的一切 许愿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身 还把我全部功德的百分之一 转给公公 他临终时 都知道了 是我的慈悲愿力 感动了菩萨 观世音菩萨 延长了公公的寿命 使得公公免多恶道 所以公公感激我 为他做的一切 才会与我 做临终告别 还有一件事 我母亲 2018年4月9日 因新梗住院抢救 我许了大院 为母亲的药经者 念2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把夺诵 百话佛法 一千篇的功德 转给母亲 仅仅过了两天 母亲这么重的病 就神奇地转危为安 并于出院了 母亲住院这件事 家人都没有告诉 已经病入膏肓的公公 但是在公公去世前的一天 他突然说 我把母亲救活了 连活着的家人 都不理解 我为母亲做的事情 甚至埋怨 我没有及时 回去看母亲 因为我住在外地 家里设了佛台 我每天在佛台前 拜菩萨 求菩萨 每天赶着 给母亲的药经者 念许愿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读百话佛法 十几天后 才回去看望母亲 可是 一个将死之人 却知晓了一切 并证实了 母亲 是我救的 可见 人真的有灵魂 真的存在一个 我们目前 还没有认知的世界 我们目前不了解的 没有亲眼看见的东西 不一定 就是不存在的 公公的话 让我知道了 人在弥留之际 真的能看到 很多我们人 不能看到的真相 证实 师父的话 千真万确 惧惧不虚 也证实了 我为母亲 所做的一切 是有意义的 母亲 不是医生救活的 是菩萨救活的 是心灵法门 救活的 证实了 这世上 真的有菩萨 走的 什么名利都带不走 晚般都带不走 只有 孽随身 而且 在世所造的 一切孽 将不差丝毫的 全部带走 所以人 所以人不能作孽 绝对不能 我们奋斗一生 拥有的房子 车子 票子 死后 一样都带不走 只有我们 做的善事 功德 和做的孽 会跟着我们 决定我们 死后 投胎到哪里 我们还能作孽吗 绝对不能 但是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把善恶都搞分明吗 稍不留神 就起了一个恶念 做了恶事 还不自知 所以师父说 修行如履薄冰 话不能乱讲 事不能乱做 要懂得 用自己的智慧 来衡量自己 所做的行为 不是你要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我们人活在世上 真的要学佛 因为佛法 可以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音懂果 活得明明白白 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如果不学佛 活到死 可能都不明白 人生的最大真理 就是因果 稀里糊涂地活着 稀里糊涂地造了业 临终时 即使明白了 也晚了 所以 我很庆幸 能得益心灵法门 庆幸 有一位伟大的师父 亲自教导我们 修心修行 我们 是最幸运的人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佛法 带到人间 挽救了千万人的慧名 师父 就是人间的活佛 我们爱您 希望您 能迥助于世 带领我们 修心修行 登上 墨班法船 白化佛法 共修的能量 真的很大 每次共修 都会有新的收获 新的惊喜 希望师兄们 都能积极参加 白化佛法 共修 菩萨 会加持我们 增长能量 增长智慧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 批评指振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